知情解盲的結果 我想請問一下 那他是不是內線交易要規範的對象 是不是 內線交易規範的就是說 他已經知道這個重大訊息 在知道之後 然後重大訊息還沒公佈之前 去買賣股票的人就會有內線交易的嫌疑 好 黃院長 你在那個時候知不知道解盲的結果 不知道 到21號才知道 到21號才知道 21號之前你完全不知情是不是 確定喔 講的是事實 很老實講 如果是這個樣子 王副局長 這樣子的話 翁院長有沒有涉及內線交易 當然啊 我只是想要了解 對啊 如果翁院長講的是事實 那他就沒有涉及內線交易的問題 好 王副局長你請回 有沒有法務部的人來 我想問一下 那 翁院長有沒有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是誰可以回答 利益迴避 好 翁院長 你是這個技術的發明者對不對 我不是822的發明者 對 好 就是今天的臨床試驗的這個東西 了解 這一次解盲是OBI822對不對 OBI822的技術 是Optima公司的 是Optima 技轉給浩鼎公司的 好 但是你是Obi833的技術發明者 對 對 好 中研院有沒有 跟浩鼎進行Obi833的技轉合作 有沒有 有 有 好 你們在合作的同時 請問你的女兒有沒有持有浩鼎的股票 那個我記得是2014是不是 2014 有沒有 他有 他2012就持有 他2012就持有了 對 那中研院什麼時候 針對OBI833跟浩鼎有技轉的合作 跟833是不是 對 這個 這一部分是不是請記載主任 好 記載主任來 楊博士來 他說你來說 你來說 報告委員喔 那我們跟浩鼎有兩個記轉 跟浩鼎有兩個記轉案 Obi833是在民國99年7月26號 然後隔兩年以後 我們就有這個利益衝突回避處理原則 然後再過兩年 才做這個第二個記轉案 所以你訂了這一個條例之前 翁院長的女兒已經持有浩鼎的股票了 還沒有 我們訂了這個原則是在 101年8月14號 然後之後再過4個月 那翁院長女兒才持有這個浩鼎的股票 所以呢 所以我們第一個記轉案 Obi833 是跟我們的處理原則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利益迴避的部分 翁院長也可以迴避的掉了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這個 其實我到中英院來就有3年多 那我現在終於了解 這整個過程 楊博士我再問你 你是負責這個 我是業務承辦單位的主管 你是業務承辦單位 是 你在辦理這個記轉合作 針對Obi833的時候 你們知不知道翁院長的女兒 持有浩鼎的股票 您指的是第二個記轉案 第二個 第一個就是Optima公司記轉 跟中英院是Obi833 是 對不對 我跟委員回報一下 他是這樣子 我們在101年 做這個處理原則的時候 我想那個時候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發生了 這個 陳雲崇院士的事情 所以我們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你只要回答 是 所以我們的 我想要利用這個機會 特別強調一下 我想院長也講了很多次 我們利益衝突 抱歉 利益揭露表的利益 不是指所有的利益 而是指這個 有發生利益衝突的利益 好 我們時間有限了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中研院 即轉給浩鼎 可是這個同時 翁院長的女兒是持有股票的 是 了不了解 所以這個你們要處理 是 這個你們要想辦法去處理 是 好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剛才說 有利益衝突的利益 才需要揭露 那在我們的這個 利益揭露表上面 就明定了 這個利益 有利益衝突的利益 必須要從業者來的利益 這個問題你們再找誰回答 這個你們還沒有解釋清楚 好不好 你請回 我想問一下歐院長 只有2014年那一個 就那一個啦 我覺得你們再去解釋清楚 這個部分還是不清楚 那個不是疫苗 好 翁院長 除了你女兒 有浩鼎的股票之外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浩鼎的十大股東 有宜泰、惠宏、英屬維京 鄭秀珍、富泰等等 還有張念慈、徐洪照、徐慶祥 這些股東 你跟幾個人很熟 張念慈你算熟吧 只有張念慈啦 尹燕陽不熟嗎 我藝燕陽我熟啊 鄭秀珍熟不熟 我不熟 都不熟 我想請問一下 除了你女兒只有股票以外 你有沒有在這十大股東之間 有沒有借名持股 有沒有 你要回想一下喔 有沒有 在我名下是沒有 當然啊 你有沒有借名十大股東 然後持股 有沒有 就剛才我提到我女兒嘛 那個女兒不是我名下 但是她有持股 除了你女兒之外 這個大家都清楚了 對 未來檢調可能還會進一步去查 這個我要去了解 除了我女兒之外 沒有在我名下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問沒有在我名下的 有浩婷的管調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很擔心現在檢調開始查 查出來 你跟這十大股東之間有金流 然後檢調會把你認為 你這個金流 其實就是讓這些十大股東 借名讓你持有靠頂的股份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回想起來 有沒有 除了你股東之外 你跟這十大股東之間 有沒有金流 我跟張戀慈在比較早期的時候 他是有幫忙過一些 這一些方面的事情 對 張戀慈口中的大咖 是不是你 不是 確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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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好好好 聽不懂沒關係 大家都聽得懂 我只想要提醒院長 除了你女兒有股票 大家知道 接下來會查 會查出來 這十大股東之間 你要回想一下 有沒有金流 你現在回答是沒有嗎 這個我要了解 因為這個以前 以前在比較早期的時候 我跟張戀慈之間 是有一些 財務上的協助 因為你在3月3號的這個說法 你沒有持有股票 然後後來跑出來 你女兒有了 社會就認為說 你女兒是你的人頭 你這樣子說法 也許我們可以接受 因為他本來就有了 Uptima的時候 他就有持有股東了 好 我們現在又很擔心了 你會不會 再跑出一個人頭出來的問題 你回想一下有沒有 沒有 這個我 因為這個牽涉到美國 跟台灣的這一些 相當久的事情 我要 好好去了解一下 就像剛才稅務 我很擔心你現在記性不太好 稅務的問題 我很擔心 像稅的問題 去瞭解清楚 我們希望 翁運長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有很多疑點 你可能 未來還要配合檢調的調查 以上 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院長 請何欣存委員 謝謝主席大家好 我們請汪院長 好 賀委員 好 賀委員 好 好 賀委員 好 好 我過去啊 很多政論名嘴啊 都說翁齊惠要落跑了 不會回來了 我都還在節目上說 我心裡面還是認為 翁運會會回來 今天你回來了 也確實說要誠實面對 但是我們看到院長您講到後來 對於其他幾個委員的問題 好像又 若有所思 好像又欲言又止 包括剛剛的幾個問題 你也回答的不清不楚 所以我剛剛要來上質詢台的時候 我又嘆了一口氣 唉 院長你知道嗎 你今天來我們立法院教委會來出席 浩鼎今天開盤就跌了6% 收到389元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你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要告訴你 當你一個科學家要來誠實面對的時候 你所帶來的效應是 這一家浩鼎的股票 害了很多無辜的股民 馬上他又跌了 他的股價又跌了 這個就是這一次浩鼎事件 您身為科學家 您常常說我要自我反省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跟一般人的理解 是有落差的 所以造成社會大眾的紛紛擾擾 你抱歉 但是你再怎麼抱歉 你還是掩飾不了一個事實 就是今天你來 教委會被詢 浩鼎的股票又跌了 這個就是您所帶來的一個 對我們社會大眾 對廣大的股民 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力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今天浩鼎股票跌 是是我來立法院而來